宋慧乔时隔七年 近日终于再度来台出席品牌活动 在记者会上 宋慧乔就表示 为了这次活动 最近做了很严厉的饮食管理 只为了让所有记者 拍到他最美的样子 当他被问到会讲的中文时 他突然回答饿死了小凡众人 而在活动结束后 宋慧乔就晒出多张 初十一记者会的美照 另外也曝光自己私底下 喝红酒吃炒饭的照片 只见他手拿着碗 俏皮的对着镜头嘟嘴 丸几乎都要比他的脸大 模样相当可爱 天文一出立刻引来大批网友朝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